西海金卷到达加拉大 西海金卷是20世纪中最重要的发现 正式在多伦多皇家沃泰华博物馆展出 由沃泰华省省长麦贵提主持开幕 西海金卷上演改变世界 17个金卷介绍某些历史的真相 最远古的可在希拉伯于的圣经中找到 由四个世首次公开讲出 17个金卷中包括创世纪、布吉纪、圣涌的零碎记载 又有十节的古老的表达方法 西海金卷在60年前由一位被都因的牧羊人发现 被视为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最传统及远古的金卷记载 2000多年来 在沙漠山洞中一直隐藏着西海金卷的奥秘 经过20年的发掘 一共有900多的出土 以希拉伯语、阿拉米语和希拉语写成 经过2000年 成就的金卷已残破不堪 但历史的价值却不勇置疑 圣经学家与国际学姐将来的皇家沃泰华博物馆 参加一年圈有关金卷的讲座 在目前不同信仰的交谈上 金卷扮演不可化却的角色 除了展出17个金卷外 博物馆又陈列200个金卷出土的模拟 3月份巴拉西坦当局抗议 金卷运到加拿大展出 并挤控1967年没有征得当地的同意 转移金卷 西海金卷的展出到2010年1月3号为止 你会在约翼有关金华转的 拥去的那一座 等一座 小棒 什么 我进阅度 拥拥